現場來賓共同刺破獨自氣球 宣誓法律的決心 有鑑於校園獨品犯的問題 故意嚴重不可化 不僅危害青少女健康 更足以摧毀其前程 造成社會的負擔 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 也鋪理手術試織會等單位 共同舉辦校園法律圈導活動 身體會不好 會睡不著 好 然後 廁所會上很多 哇 包尿布一輩子 家人的關係什麼都有可能 活潑逗出的反折戲劇有出 令在場的來賓幾學生們 時而驚呼 時而大笑 印象復刻 戲圖會導致排光濕氣 接種身包尿布等同一陣 希望新細學生們 能夠認識毒品状態 能感上訪說不 由於現在青少年 是用第三級毒品 還有混用第二第三 第四級毒品的一個問題 嚴重 所以我們不檢署 配合法務部全國 反毒的一個政策 所以積極的推廣 這個反毒的宣導 將這個延伸到學校 讓青年學子 也能知道說 反毒的重要 適時毒品 它會危害到他們的身心健康 許秀獅子會會上 民力爭指出 避免學生涉及毒品 應當從校園開始防治 若發現同學有異狀 都應該勇敢提報 共同建構安全無福無善的 校園攻擊 那我想說 因為孩子的教育是最重要的 我們從教育著手 那這個機會 我們的南投保護 然後我們的醫政署 這個活動 我們可以跟他 就是由他們來表演 透過這次的活動 讓學校的學生能夠受益 此次活動邀請內政部 醫政署 管獨大使團 也替代藝南表演 期盼透過多元化的表演 融合戲劇元素 達到潛文末化的效果 讓我們的社會更健康